3 2 1 伴随雷声巨响 一道闪电划过天际直达地面 但您或许会觉得奇怪 这道闪电怎么如此的笔直 换个角度 同样是闪电垂直落下 再仔细看 原来这不是随机发生的雷击 而是一枚从地面发射 拖着金属细丝的火箭 人工诱发的 闪电顺着金属丝前进 因此才会呈现不太自然的一局限 明明没做亏心事 却故意弄个天打雷劈 当然不是为了好玩而已 对这个雷电 一些电流的强度 波形 一些参数 包括它发生的周围的一些空间的 一些磁场强度 等等的进行这个研究 光是在大陆各地 最近一波的强对流天气中 就发生多起雷击杂坏高压电线 倒下来引燃路边停车的意外事件 除了让消防员疲于奔命 大陆气象专家也表示 希望透过引雷实验 能够研发更有效的防雷设施 减少灾害 TV全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明镜 move on